在美國,有一位工程師和一位邏輯學家 他們是一對好朋友 有一次,這兩個人約在一起去埃及參觀金字塔 去到埃及之後,他們就住了入賓館 那個工程師想去街逛逛 這個時候,他聽到有一個老人家正在叫賣貓 工程師一看,在這個老人家身邊放著一隻黑色的玩具貓 旁邊寫著一個標價500元美金 這個老人家就解釋話了 這隻貓玩具是祖傳的寶物 我為了要跟孫仔看病,很不捨得才埋了牠 工程師就覺得這隻玩具貓的身體 似乎是用黑鐵鑄咒而成的 不過,那對貓眼是珍珠的 於是,工程師就用了300元美金 買了兩隻貓眼 工程師回到賓館之後 就很得氣地把這件事畫給邏輯學家 這個邏輯學家一聽,馬上衝上街 給了200元美金的老人家 就把貓身買下來 然後,牠就開始用小刀刮那隻鐵貓的腳 當那些黑色的油漆脫落之後 露出的竟然是金燦燦的黃金 邏輯學家就很開心地大聲叫 哈哈哈哈,就像我想的那樣 這隻貓是純金造的 工程師聽了之後,牠真的很後悔 為何自己沒有發現到 原來,當年豬造這隻貓的主人 本身就是用黃金和珍珠去打造的 但是,牠又怕那個金燦燦的貓身太過招搖了 所以,就用黑色的陶漆 陶混了全身 這隻金貓就變成了一隻看下去 好像鐵貓一樣 小朋友,大家想想 貓的眼珠既然是珍珠造成的 那貓身有可能是不值錢的黑鐵嗎? 工程師就是因為考慮問題不夠周全 而錯過了一隻純金的貓 我們也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在分析和判斷事情的時候 應該想得更全面、更透徹 善於從現象當中尋找線索 找到根源